来 各位客观尝一尝 它是排名No.1的一个抓饭 艾莉扎体 Let's go 目前48分 这里人非常非常多 15年时间 它是排名第一号 包括今天抓饭比赛 我看也是第一名 先把肠胃润一下 这个常规的抓饭是24块钱 这个非常大块的羊肉 里面还带点葡萄 超大 算是小羊排抓饭 抓饭也是白白的 上面就加了一些黄的胡萝卜 并没有用黄的胡萝卜 这个米饭是有一点油 它米粒的质感 我觉得要比我在乌宿吃 它那两家都硬一点 对我来说都有点硬了 它的咸味会稍微多一点 前两口来看 并不是我心中最好的抓饭 海底瑞 金山奶茶的抓饭 我觉得那两家反倒 让我觉得第一口就很惊艳 肉是非常好吃 这炖出来 像在锅里又闷了一下的感觉 只是素炸饭的话 我觉得并不好吃 一定要配它这个羊排一起吃 才会觉得够味一些 麻辣萝卜丝 绿皮的萝卜 平口的 然后比较酸 来看一下它的辣椒味道如何 放到勺子里面 还不错 香味少了一点 跟我在一些店吃的差不多 带一点点味香的味道 辣椒拌饭 到新疆的炸饭里面排名第几 能排前五 第一是哪一家 一杆齐 它是一个连锁店 嗯 前天快要倒闭了 哈哈哈哈 这城市很好吃 OK 我在新疆没吃过这场口 前餐的 不算特别有点 还可以啊 我也没吃过这场口 我就点过一次外卖 外卖会更有一点 这个好吃一点 500块钱的炸饭 哎 心心 不要这么固执 早上我还请你起房吃抓饭 没有 我你还吃得上满 告诉你 以前的两房子 好 说一下 别浪费 No.1 真实的 新疆吃过的No.1 真实的 可能就吃了这一家是吧 你们觉得它这一家抓饭 还行吧 合调那边工作了 刚好休假 过来卖玉嘛 合调玉比较出名 大家来到埃里仗齐 我就推荐还是这个常威的抓饭 埃里仗齐的抓饭 对我来说 就是它的优点是这个羊排 分量比较足软 我个人的品尝口感 它是七分的一个分级 你自己吃过的最好的抓饭 是在哪个地方呢 你告诉我 喜欢大熊视频 给点赞 转发 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生日乐了